勿忘我又叫艾滋花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勿忘我的勾置方法 首先起针 咱们环形起针 小拇指绕线挂到实质上 环形起针绕成一个环 然后咱们在这个环里面 起四个辫子针 勾针绕线勾出来 大家注意手捏紧这个部位 不要让它闪掉 勾针绕线勾出来 这里一针 二三四 四个辫子针 然后勾两个长长针 长长针勾针绕一圈 再绕一圈 穿入到这个线圈里面 勾出来 绕线退两个线圈 好 再绕线退两个线圈 再绕线退两个线圈 这样子一个长长针完成 再来演示一遍 勾针绕一圈 再绕一圈 穿入到线圈里面 勾出来 好 绕线退两个线圈 绕线退两个线圈 大家勾的时候注意 不要把这个线勾松散掉 好 再来 这样子两个长长针完成 然后咱们再勾四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四 好 四个辫子针完成以后 咱们穿入到这个圈里面 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 勾针上是有两个针目的 咱们勾一个引拔针 就是左线圈 从右臂线圈里面拉出来 这样子一个花瓣完成 一个花瓣就是由四个辫子针 两个长长针 四个辫子针组成 后面咱们重复这个勾字方法 重复五次 就是五个花瓣 我这里再来演示一遍 一 二 三 四 四个辫子针 好 绕两圈 穿入到线圈里面 勾出来 绕线退两个线圈 绕线退两个线圈 再绕线退两个线圈 一针长长长针 第二针长长针 好 接着来四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四 四个辫子针 穿入到线圈里面 勾出来 好 左线圈从右线圈里面拉出来 这样子 又一个花瓣完成 咱们后面自己重复的 再去勾三个花瓣 我这里五个花瓣已经勾完了 咱们把线圈稍微拉大一点 然后呢 又拿出剪刀 把线头剪掉 把这个线头拉出来 然后塞到这个洞里面来 好 现在这一朵小花就完成了 现在先不要拉紧它 咱们拿出来铁丝 这个铁丝的话呢 用三毫米的 或者说稍微细一点的比较好 稍微细一点的话 缠绕出来的这个花杆 它就要细一点 好看一点 好 拿出来这个铁丝的话 咱们大概是二十厘米左右就可以 把线在这个铁丝上面去绕 缠绕花心 缠绕到你需要的长度了以后 咱们 捏住这两根线头 如果说家里面有胶的话呢 可以用胶粘一下 粘一下以后更好固定 好 捏住线头以后 把这个铁丝交叉一下 然后把线从这里穿过来 然后拧 拧铁丝 把这个线固定 这样子它就不会松散掉了 我们拿出来 剪刀 把线头剪掉 好 这样子花心就完成 花心完成了以后 咱们 把花心 穿入到 小花的中间部分 穿入进去以后 把线头放到下面来 注意不要让这个花心跑出 我们拉紧 刚开始咱们 钩的这根线的 这个线头 把这个线圈去收紧 收紧了以后 整理一下 这个花心捏一下 好 这样子的话 一朵小花就组织完成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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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